然后是这样就是我整理了一些paper 然后他们的时间时间线大概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算法被提出来的就是叫min hash 然后这个min hash它本质上是一个locality sensitive hash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成员 然后这个是1998年出来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了一个bbitmin hash 然后这个东西是对这个的一个改进 然后它主要的贡献是节省了空间 这是一个2011年的文章 对然后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它的citation就是别的paper reference里面写着 就是这个东西2011 但是我在google上搜的链接里面是2016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在这儿是写11还是16 我不很确定 应该是11吧 这谷歌的链接2016这是自己创建的链接 它为啥一定是对的呢 这是公司自己创建的链接 这是公司一个什么resource group创建链接 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那你动动你想到你的脑子 你觉得会议属于公司吗 不属于的 好我听懂 那我就还是按着这个1的写 你实在不行你看看别人 你多找几个文章set这个文章的 这个文章肯定set都被不止5次对不对 对对 那你就看看别的文章是怎么set这个文章 那你就用一样的方式set这个文章 OK 这个文章里面有三种cifer 那就再找十个文章 然后就取一个就是median 最多的菜 好的 这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那link你还可以写对吧 你可以爱写啥写啥呢 我还可以写2050年呢 2090 那你这是2090年发的吗 不是 那你为啥 那个link你为什么不写222年呢 我听懂您的意思 你为啥不写222他为啥不是公元222年 建安15年 OK 就是三国演义吗 这个就明显它不是一个合法的年份 OK 为啥不可能 中国古人可能创断对吧 你胡他妈的 那你说假的对吧 OK 我听懂 OK 我下回这个多多看一看 对你自己可以去多看一看 就是 然后一些一些这种问题 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也别问我吧 但是慢慢的你自己 就这些东西你是自己能通过 做一些事情非告诚 我听懂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比如说一个paper 它有很多个版本 它可能archive有一版 然后neurbs的camera ready有一版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优先选哪个 archive 一般来说archive版本是比较新的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判断时间吗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archive在neurbs的时候有没有更新 OK 我听懂 一般来说archive是比较新 但有的文章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它有一些小的issue或者bug 它在camera ready更新了 它忘了 这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先看archive 你发现archive 如果不太对劲的时候你可以看看confident 大家是不是写的一样的不对劲 OK好 这里有可能就是说confident 那个fix 这是有可能的 它不是说就是文章的错 就是它有一些小的type或者bug 因为都是可以为fix 只是dilem大家都可以理解 OK 我听懂 好 那我可以继续讲 就是刚刚讲的一个bb minhash 这个最 这个一开始的一个变体 然后one permutation hash 就这个也是对minhash的一个变体 但是这种变体 它解决的问题是速度的问题 就是它可以让minhash算的更快 然后这种变体也可以同样把这个bb 这个方法用过来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后面说的一些关于oph densification的方法 然后oph densification的方法 在原本的paper里面 他们介绍了两种非常naive的方法 一个是random coding 一个是zero coding zero coding就是全部零 random coding就是把空桶 随机选一个数填进去 然后 你整理的这个list非常好 是我目前见过最好的list 这个给同学可以 大家看到了这些文章可以做一做pnation 他说你以后你别写人家文章在哪儿babyget 哦对不起 你可以跟我说的你别在这边写 呃好 哦对不起 你在这儿写是会得罪人的 哦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你可以动动你的脑子吗 就是你 有些东西你是不能说的 它虽然是对的 哦这个我非常懂 这个这个 你再说了那么久 你应该很懂对吧 哦不好意思 我想不一定 就是it's ok 就是你自己尽量不要说别人的不好 你可以说一些客观事实 但尽量不要说别人不好 不然的话别人就来来招我们查 我听懂 好的 你接着讲吗 然后就是他们原本提出onepermutationhash这个文章里面 给出了两个naive的解决方案 然后这两个方案都存在一定问题 然后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然后他们给了第一版improve方案 然后是叫densification和improvedensification 然后这是他们第一版improve方案 然后然后在在此基础之后 这上又有人提出了一个叫fixdensification 然后之后又有人follow up叫re-randomizeddensification 就是一直往上follow up 然后最后这个dpoph这个文章 他相当于是把前面的就是oph的哪一个方法 和fix和re-random这三个东西做了一下dp 然后他没有做这个 他没有做densification的这个dp 对大家讲 然后这个地方我想提一下minhash 他最开始的就是intuation 然后他最开始intuation 他就是想把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数据 他的数据的特征维度是大地维 那这个时候我想我想把它的维度减小 比如说减小到三维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minhash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地方是知乎上给的一个例子 他大概就是把一个七维的向量 变成了一个三维的向量 OK 这个地方我需要提论一下 就是他本地上是一个降维的东西 他把原来的很高维的一个数据 就这里他每一列代表的是一个数据 数据的feature 然后他经过minhash之后 可以把它降成三维的 OK 那我接着往下讲 然后就我之后采取的方式 可能就是每一页会有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再会讲他 为一个问题的答案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点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处理这个 OPH算法里面产生的空统 然后这个其实 其实也有 这个其实跟他们任务有关系 就是我们需要处理它的空统 是因为经过OPH算法之后 得到的data其实是这里的X 然后这里X它是被用来作为训练SVM分类器的data 所以说这个X本质上是要和其他东西做inner product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留有空统的话 你就是没法做这个内积 然后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处理这个空统的原因 然后 为啥为啥做内积 就是如果你这里有一个 那你写零不就好了 你写零就不就好了 对这是一种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处理这种这个空统 OK OK 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哪一个方法去处理这个空统 然后这里先介绍一下两个哪一个方法 这是就random coding 就是随便给那个空统就随便找个数填上 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就先把它给成零 然后就是在这种zero coding 就刚刚我们到这个方法里面 它对于刚刚的那种SVM的learning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它可以保证 就是它不会给这数据增加更多的一 原来它是sparse的时候还是sparse 对 然后但是这种就是zero coding这个方法不能用于 去估计这个jessical similarity 就是jessical similarity本质上是用底下这个式子算的 如果说你都改成零的话 它这个就是它会引入很多的bias在这个essimator里面 OK 然后之后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不用这个random coding在之后的方法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在DPOPA社文章里提了一下 就是作者认为random coding其实没有 就是没有在那个k维的项量里面提供更多关于这个data的信息 然后这个就会导致他们在下游任务上的accuracy变得很烂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绿线就是我们的random算法 然后这边的红线 为什么random算法没有提供更多信息 因为你是你random coding是从你的直语里面随便选了一个数据填到空桶里面 就是它跟这个data是independent的 所以它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 OK 然后这个就导致它在下游任务上的precision和recur变得很差 compare with之后提出来的fix和re的方法 这个我们之后也会有提到 然后这个图是它的recur 你可以看到它的绿线其实是在红线和蓝线之下的 对 所以就是它在下游任务上表现的比较差 OK 然后之后有一个改进 就基于它提供了一个叫densification和improveddensification的方法 然后你回去让我拍那张图说什么东西 这张图上一张 对 话说你放这个LL23的时候以后还是可以把那个会议的名字在底下 在不是就是你把至少title和author至少来打一下 我觉得比较好 会议名字可以不打 但是title author至少来打一下 可能会有助于我记住在发生啥 哦 你说这个绿色是什么东西 这个绿色就是我们用random coding就是搞出来的 就是它没有因为它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 所以它的性能比其他的处理的办法要烂 哦 就是这个绿色的是吧 对 OK 你这个size做得非常好 这个感觉是我录视频以来就做的最清楚的 就是一边讨论做科研 一边做这个感觉真的是模板 模板教学的一个WireGo 接着讲 对 然后就是刚刚为了解决我们 我们在修空筒的时候没有引入更多的信息 然后之后一篇文章就引入了densification和improveddensification的方法 然后这个想法 这个S17是吧 对 OK 这个想法非常简单 densification的方法就是说我每个空筒 我就从它右边 我就把它右边的值复制过来 然后improveddensification的方法就是我随机从我的左右邻居里面把他们的值复制过来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idea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 OK 停 停 这个叫什么 这个idea叫什么名字 叫improveddensification是吧 就是这是两种方法 一个叫densification 一个叫improveddensification OK 这两种方法我听懂了 OK 这第一步就第一篇follow up 应该 OK OK 对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就是recall一下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 是去是去估计这个jessica的similarity 然后然后我们对这个估计量肯定有两个期待 一个期待是它是unbiased 一个期待是它有low variance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这个densification和improveddensification 在variance上出了问题 这个就是在S17 这个S17其实是fixdensification那个paper 然后这个paper里面它分析了 刚刚我们所说的两种方法 然后他们发现在我的k区无穷的时候 我的virus其实是属于一个常数的 然后这不是零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能通过我们调整k 来让这个assimator变得更加准确 然后然后这有一个实验的例子 然后这两个粉色的线 然后这个粉色的实现代表着densification 然后粉色的曲线代表improveddensification 贴上那个这个那个tidal和auth 然后等晚上的时候 好的 然后这个实验它就想说 就是你看 刚刚我说这两个粉色的线 是刚刚说的两个方法 然后它的纵轴是说 我的估计量和我的实际的 真实值之间的msc law 然后横轴是我的k 你可以看到随着k增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这个地方就不会降了 这也就符合了刚才我们的virus 收敛到一个常数的这么一个推论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下一篇paper 然后他们就是基于刚刚的densification 做了一个改进 然后作者的intuation是这样的 然后作者发现刚刚这个问题主要出现于 是因为他们在处理这个空筒的时候 他们的randomness太少 所以导致他们virus很高 所以说这篇的作者希望通过增加我处理空筒的时候的randomness 来降低我的virus 然后这里边有个例子 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第三行的这个东西 它有三个 就这个ophsr它有两个空筒连到一起了 然后这个导致我最左边的空筒 哪里有两个空筒连到一起了 不好意思 是我最左边的空筒和最右边的空筒它连到一起了 所以就导致它这两个都是5 然后就导致这个randomness很低 然后 所以我只要让空筒不要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空筒在哪 这个不是您能控制的东西 ok 你说 这是一个virus 我今天学到的 空筒在哪 我不能控制 virus 继续 好的 对 所以作者就在想能不能增加我处理空筒的时候的randomness 来降低它的variant 然后这个叫fix identification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我们选空筒 我们是固定是从他左右邻居里边选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作者我希望他希望从 你可以去整个域里边选对吧 对 整个域里边选 然后 然后 这就是idea是吧 对 那这为什么叫fix呢 我爱说的harsh function is fixed 那个是fix吗 是意思吗 不是这个fix代表的就是比如说他选了这个筒 然后他把这个筒的数值直接拿过来 他不变 所以这个叫fix 就是他叫fix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这也是后人给他起的名字 就是他本身 OK 行 OK好 对 然后他本质上就是从这个universe里边选一个过来 然后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好的 然后这个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证明在它的k区无穷的时候 这个estimate的variance是趋于零的 这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刚刚我们提到了那个densification和improvedensification 那两个variance 它都会严格大于这个新的fixdensification 就是这个新的会比之前的方法的variance都小 然后这个等式是他们的film 然后他们主要就是这两点非常牛逼 对然后之后就是下一篇 然后就继续改进我的fixdensification 然后这个地方作者他的intuition是说 就是他希望通过增加更大的randomness 来达到一个更小的variance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我们选到一个筒 然后直接把筒里的值拿过来 然后这个作者觉得是不行的 他觉得我们在拿过来之前 我们要重新做一遍min-wise high 然后给他算一个新的值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有更多的randomness 然后这个就叫re-randomnessdensification 然后这个叫这个是LLZ19的paper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大概推了一下 对然后这个den denote denote就是刚才的fixdensification 然后这里的denre就是代表了 加上这个就是re-randomness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他们理论上 大概应该是推了一下他们的variance 然后应该是小的 但是这个我没该看懂 所以我就把它贴到这儿 OK 然后在实验上是这样的 re-randomness和fix的区别是吗 是这样的 就是fix呢我们是选了一个筒 然后把桶里的值直接拿过来 然后re-randomness是我们随机选了一个筒之后 然后我们再对桶里的元素 重新做一个min-wise high 然后再把这个值拿过来 那为什么 重新做一个为什么 有没有可能还是m%的 不是 是因为您已经挑了一个non-empty的桶 然后您对non-empty的桶 做一次permutation 它得的值肯定也是non-empty的 那我需要生成多少个新的permutation 就是预存下来的还是吗 不是 就是你每次处理一个空桶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新的permutation 那我有很多很多空桶 我就所有的空桶都要不用用不一样的permutation吗 对啊 对吧 我想想 我听懂您的问题了 然后这个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问题 好好 我知道 这个我举个例子吧 这举个例子会比较好 就你给个例子的话 你就接着讲 对 然后他们从理论上证明了 就是他们加了这个re-randomness之后 variance会更小 但是这个我还没有细看 但是我觉得他们意思肯定就是想说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是他们在实验上跑了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其实你可以看第二行这些图 然后这个绿色的就是fake的 然后这个粉色的线是re-randomnize 然后这个纵轴还是mse 然后你可以看到粉色的线随着k 随着这个m其实就是k 然后随着m的增大 它这个粉色线的loss是比绿色线更低的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re-randomnize 好的 ok我现在已经有点概念这玩意在干啥了 okok wire good job 呃你第一次是说本身就是说 补零这件事情 那义务的去fix那个空桶并不是补零 通过补零这个事情并不是非常有好 就是因为一些warrants的事情对吧 呃就是补零是会带来bias上的问题 哦 哎呦 哎呦 哦 就是他嗯 他本身上在补比较每一位是否相同吗 你要补零的话 他就相同位置 一下就变成这个对svm存在问题还是对那个 对那个啥 这个对杨西克尔的similarity存在的问题 那我们我们如果做一个svm的dpapplication 我们是不需要care的事情 呃 是的 ok 但是我们如果做这样以后的话不就完事 呃 对那我可能需要去再看一下那边的paper 就是这是完全两条 它是两个任务两条线嘛 然后我们现在 okok 首先你可以把那些paper整理出来 然后也放到slide里面 如果来得及的话 让他觉得哪个director更硬实性 我的感觉是他会说svm那个director更硬实性 呃 我想一下 就就这个时候 我就我我现在要怎么 就是这样 就是就现在这个paper release是我从最新的paper倒着往回找的 然后我现在是需要从最开始的根 然后再往前找 那这个 okok 这个这个你怎么你想怎么找的吧 你一会发个消息问群里问他 你看我好奇他会怎么告诉他 呃 因为我已经完全不能理解 我我并不完全理解发生啥 所以所以你你可以问问他 看看他怎么说 呃 可能就是加一两个lite码 或者加一很小的 非常简单 然后这个opendient 需要get an idea from他 呃 就呃 就就就我现在 我可以付出一下我要干什么 就是呃 就是我把最最最最root的那一篇paper 然后发到群里 然后我问我该怎么从这个root的paper 然后找sdm 嗯可以 我会又我又把这视频剪出来 然后你你你想发什么问题就发什么问题 嗯 嗯 你自己你自己学会收督处一些question 我会把这个视频也给他看到 他可以他也可以他可以 他可以他会根据这个视频和你问的问题 然后所有的一些question 哦好的 我听懂 嗯 嗯 就或者还有一种 我我先自己搞一下 就我感觉 我我我可能也可以 嗯 啊没事 嗯 你自己觉得哪个efense呢 你觉得哪个效率更高 你就有没有办法 你自己随便 行我听懂 啊 你要你要你要是觉得你自己搞的效率更高 那你就可以一直弄自己弄 你要是觉得通过问他 然后get到一些能减 能减支一些 或者还有一些比较好的 第二能让你学习一下 就是如果方法成了事情 我觉得你应该去问他 OK好的 嗯 你自己你自己需要有个判断 就是 就哪样会更快 就是你自己想慢慢你要有一个estimation 就是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嗯好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你们 我们也不是不了解你的情况 所以啊 OK 你问我的话 我第一时间一定问别人 我绝对不会自己想 那我是啥逼 好我听懂 我肯定是不会 你看你看我 我就直接问你们 那我怎么会自己想呢 对不对 我绝对不会自己想 除非你们都不会 咱们我才会在meeting里面 跟你们一起想 不然我一定会问你吧 好的 我再聪明 不可能比三个人聪明的 对这个肯定 我听到了 就是你做科研 你要学会利用你的co-author 或者说大家一起 把男的东西大家一起处理 男的东西自己搞定 嗯好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加些citation 加些reference 你贴到文章里面 overleafing 或者打一些已知的证明 对吧 这非常简单 那你也需要一些come up 别闹我的事情的时候 你需要一些 当出现一些不同的decision的时候 你需要跟大家讨论 可能是比较快的 不知道我是怎么觉得 好 我也听到您 也有一些学生是神仙 全都可以自己搞啊 OK 就我应该不是啊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OKOKOK 那有啥问题吗 OK 我没了 对 然后我就把github更一下 然后把这个出去搞 OK 我有个小问题 我有个小问题 那个大恩 你可以证明atmos 2k对吧 对 你能证明他atmos k吗 还是说至少是2k 你只能证明2k 我只能证明是2k OK 你现在跑到实验里面 大恩选择了多少 大概是跟k k是什么样的关系 k-1吗 2k-1 或者2k-2 所以你现在选的 2k-2 OK 那直接用2k不就完了吗 那为什么要搞这么 GY的事情 就是用2k的话 2k和2k-7没有区别啊 这是我现在confir的地方 但我们的k是3 你赢了 OK 然后 对 然后那个Y 就是你要去2k的话 那个Y 可能到10才能握 现在可能是6块7 它有能握 就是横度上会差一点吧 OK OK 我还是固的 那话说 你是啥时候要出去玩 是7月多少 我7月4号到14号 那你出去玩的时候 是完全消失 还是说你有时间contact给你 就是您 就我会去 就我肯定会 你是为了拉起劳策改造了吗 没有毕业 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OK 我可以 可以了 OK 这今天不是你最后一遍 OK 然后呢 7月4号7月14号 OK 你回头 你回头发一个 那个Google calendar invitation给我在7月4号的时候 就说 from now you will be go to 你再发一个Google calendar 说7月14号那天 就发给我 你随便挑一个时间 然后 from now I will back OK 我懂了 这样的话 我至少不会在7月4号 7月14号那几天找你 然后让你干一些事情了 我就会有一个预期 因为学生太多了 所以那天那段时间 你还是会回消息的 对吧 只是你没发可能 比较高效率的work 是这样的 对我会回消息 我会回消息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要发一个 连续的Google calendar 还是我要发两个 就是两个 一个star的一个 两个就可以 不用坏了 两个就可以了 你发连续的 我每天都会说 OK 听到吗 你还有啥问题吗 没了 OK 然后 你说 我可不可以这样 有讲完之后 我再问他怎么search 这个SYM的事情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是不是有点晚 是吧 就是你要这样想 你希望你的bother 他可能白天有空的 OK 就是你想他晚上 他白天要上班 他晚上的时候 可能已经身心俱疲 已经被老板批费了一天了 被傻逼同事 已经恶心了一天了 对吧 OK 你晚上他把你想的 他就可能就是没什么教育 但是你白天呢 他晚上就跟傻逼同事聊天 那跟那些傻逼同事聊天 那可能也不需要 配合那些傻逼在在下 那直接就回你的消息了 反正效率可能高一些 明白 就是你想一个道理 就是跟我做科研 其实效率比较高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在美国这个市区的 因为我有些碎片化的时间 然后白天的话呢 我不会很累 你到晚上的时候 我都已经要记了 对吧 确实 你刚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在另外一个市区 你刚起来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晚上 那我已经很累了 你让我期望 你能提供什么建议 我要睡着了 是的 你已经毕业了吗 我理解了 就所以我应该 在您的早上来找您meeting 对 或者说就是 你如果有什么消息问他 你尽量在白天问他 那他偶尔看到了 你想他肯定 你想公司也全是傻叉的 他肯定不会去 会配合那些人 如果你问他 他一定会回的 你晚上他已经累了一天了 他就已经要睡着了 对对对 你理解了吗 我理解了 这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国内很多学生找我 然后他们都去 我的晚上来找我 就效率就很低的 因为忙了一天了 而且很多学生找我 你就随机找一个 我觉得如果我们时区互换 可能会对您好一点 你们待在这个时区 就会好 你们如果就待在这个时区 我应该没有问 我应该没有别的问 OK 那先这样 我把这个视频讲一下 一会发生 好谢谢老师 没事 拜拜 再见